2008年就在这里发生 骇人听闻的寡妇歌喉案 沦落到法拍市场一路流标 终于在最近第二轮四拍时 有人买到了 现在有民众以978.8万 拍下了这一间俗称的大凶宅 根据专家的说法 换算周边的行情 其实这一个民众 还可以有4%的投报率 我不知道有没有10年 但是他们都做得好好的 也都没怎样 其实命案事件已经14年前 很多这里的住户 早就见怪不怪 现场凶宅的氛围 几乎感受不到 这位在新庄的房子 屋龄29年 陈信自然人买下 换算每瓶单价约22.72万 几乎是附近中古道楼 成交价的一半 打了5到6折 但凶宅真的有分 震惊社会的大凶宅 跟意外事故的小凶宅吗 凶宅的认定 一般民间上面 可能有非常多的说法 那这个凶的状况 可能也都要看个人的感受 凶宅通常约是一般市价的 5到7折 凶宅的标签也不是一直会助记 如果屋主拥有产权期间 发生非自然死亡事件 就一定要揭露 如果今天这一个命案 或者这个非自然死亡 它不是发生在 现在卖方的持有期间的话 法规上面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 要做告知跟揭露的 等于如果已经转好几手 要不要揭露凶宅这件事已经没有强制 也因此对许多投资客来说 买凶宅逢低买进 长期持有 转手时还能淡化凶宅色彩 也难怪在别人眼中是勇士 内行人才知道 其实是不错的投资标的 东西说现在台北冲的 我们的世界总让人措手不及 但是我们的新闻 带给您耳目一新 随着世界局势的紧张 也让通膨压力更加扩大 能源以及粮食危机 已经冲击到了亚洲金融 极端信号比想象中更加靠近 您感受到了吗 关注及跟上陈吟的脚步 抵达不其而喻的国度 从容 亲力 您最完美的选择 东森世界日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